當然也可以試試看 我順便幫各位再翻譯一下 就把剛剛的那個 也許是中、繁中、在英文、簡中、日文、在韓文 應該夠了啦這些 那如果不夠的話 各位可以自己在Google翻譯裡面 其實它裡面還蠻詳細的 這麼多 全世界語氣都可以啦 只是說因為我們也看不懂 到底是不是對還是錯啦 主要的語氣大概有掌握住的話 它幾乎都可以翻譯啦 而且這個翻譯還蠻棒的 因為有時候出國 真的手機APP裡面有 它還可以即時同步發音 同步翻譯 各位沒用過 你給對方聽 像去日本的時候 你給他講 他聽了馬上翻譯成中文 他有那個即時翻譯的功能 另外有一些像海報上面 有些東西你看不懂對不對 沒關係你照個像 它有一個功能就是掃一下那個圖檔上面的 它也可以做有點像那個 影像變成馬上幫你翻譯 就是有些海報上面 你看不懂可能哪些日文或者是韓文 那你把它掃一下 它也可以馬上翻譯 所以出國在外 有手機這個APP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我們把它稍微做翻譯之後的話 再來做 我再產生另外一個好了 因為剛剛同學做好像就沒有這麼流暢 我不知道可能是不是哪個地方 跟我做的動作不一樣 所以你會像不一樣的動作做出來 不過結果是一樣的就好了 那也許我們在一個什麼 在一個那個日野曲 假設我是簡體中文好了 那特別注意大小寫 千萬不要打錯 像剛剛我發現同學 Value打V Value加S 少一個S 結果就不一樣了 OK特別注意 所以非常小心 慢慢打沒關係 這個東西 其實它很真的很容易脆弱就壞掉了 所以如果你這個專案等下弄壞掉 那可能再來一次吧 OK好 那怎麼做 我剛剛是第一個 先在這邊怎麼樣 新增一個 你有一個這個Directory 那可能我覺得啦 剛剛應該同學是先切過來 再去什麼 新增 好像結果就不同了 不過我試試看 因為我剛剛好像不會這樣做 如果說我今天從這邊新增 那他也就是順便講一下 因為剛剛同學切過來就找不到 其實很簡單 你先點這邊 再切到這邊 它游標會幫你放在同一個位置 不然好像剛剛有同學切過來 就找不到東西 放哪裡 你可以先優標放那邊 再切 那切過來之後的話 其實從這邊應該也可以 只是說它不會即時更新 那Directory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建的 是一個簡體的好了 那你可以打一個Value 那這邊的話 理論上當然 當然它應該需要自動幫你更新啦 不過 自動幫你產生 不過因為 這個Android Studio 它現在這個版本還沒這麼貼心 在那個Eclipse裡面 它就會有自動產生的功能 Eclipse反而比這個好用 OK 所以你如果興趣的話 可以再回到Eclipse試試看 那當然有的時候回不去啦 所以只好怎麼樣 只好就用新版的 那ZH-RCN 所以你這邊的話就照著打 -ZH-R大寫的CN OK好 那檢查一下有沒有錯 檢查 檢查完全沒錯的話呢 按就按OK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有沒有出現了 欸 出來啊 沒錯啊 然後再怎樣 把這個拖拉過來 按Ctrl鍵 它問你要不要複製按OK 欸 有啊 國旗出來了 對不對 然後呢打開它 再把那個我剛剛幫各位翻譯的 我是貼上來了啦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串 你知道 Ctrl-C 然後呢 再Ctrl-V 記得不要貼 也是一樣不要貼錯 好 然後呢把它Safe一下 欸 OK耶 沒有問題啊 奇怪 我用的版法跟你們一模一樣 可是你有出版的820嗎 有啊 有啊 在這裡啊 這個不影響啊 對對 它主要是 要有的是這個啦 OK 就是說 對應的語系的目錄 這個是預設的 這個英文 那這個是簡體中文 但是如果像剛剛同學是沒有出現的話 我是建議就是你可以讓它restart 就是把它的catch清掉 並且重新啟動 選這一個 有沒有選這一個 就是它會幫你把 假如說你可能有一些 它畫面沒更新 或者是說可能應該清掉沒清掉的話 或者應該顯示沒顯示 你可以有一招 把專案重新整理一下 那這樣應該 那這樣應該 剛剛同學一重啟動 就恢復正常了 資料這樣就看到了 可是還是找不到為什麼 你們為什麼會這樣 我的好像也都正常 是不是哪個動作 這等一下再看看好不好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 一樣怎麼樣 先把它Safe 那你可以先到那個我們的什麼呢 我們的Layout裡面先看看 Layout裡面這個 你可以切到那個Design模式裡面 看一下有沒有那個簡體的國旗出現 有嘛 那你可以把它點擊下去 欸 簡體出來了 應該是簡體啦 OK 底下有個轉換嘛 這個好像一樣的嘛 只有這個不同而已啊 OK 那還有日文 日文一樣 所以一樣 這個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所以特別注意 不知道是不是 游標放這邊 按滑鼠右鍵 New Directory OK 那分別 你們再試試看吧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啊 OK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設定那個什麼 就是瀏覽器 就是瀏覽器這邊 記得就是先按Home鍵 按Menu鍵 找到系統設定 往下拉 記得看到一個A啦 其實或者你那個圖示 假如你看不懂後面的東西 你看這個A就可以了 A點擊 上面就會出現語言 那你再去變更就可以了 比如說你要變成簡中好了 簡中在這裡 OK 那一樣呢 你就把剛剛的東西呢 再執行到這邊 那看一下簡中有沒有問題 OK 我想應該就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未來的那個多國語系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樣子做出來的 那你只要把你將來畫面上會顯示的所有訊息 先收集起來 放在一個String.xml檔案裡面 KeyValue 反正就放 放完之後呢 將來去翻譯 翻譯完 其實你會發現 那個多國語系比想像中還簡單 其實基本上這個地方不是跟撰寫程式無關 試試看好了 試試看好了